大家好,歡迎收看人生勝利組 我是你的小編,Key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會用iPhone 但為了買iPhone 有些人付出了難以想像的代價 大陸有一個26歲的男生 他17歲的時候 非常之想要剛剛上市的iPhone 4s 但因為現今不足 竟然將自己的神賣出去 現在九年過去 不知道他的身體狀況變成怎樣?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個男子出生於一個很普通的家庭 九年前他想買iPhone 4s 但家裡負擔不起這一筆費用 他到處打聽籌錢的辦法 後來竟然想到了賣神這個荒唐的主意 最後他在一個黑市媒介 聯絡到一個地下醫院 用人民幣22000元的價格 買了自己一顆神 買完神之後 他覺得非常之划 還霸氣地說 一個神就夠了 要兩個幹什麼? 不如將多的賣去吧 他用這一筆錢買了新的iPhone 還有一個iPad 媽媽看到他的手機的時候 非常之驚訝 問他哪來的錢買到這些東西 得知他賣了一顆神之後 媽媽覺得天都掉下來了 因為當初做手術的時候環境很差 賣了腎沒多久 他的傷口就受到感染 就醫的時候才發現腎功能早已經選決 他如生都要靠著洗腎存活 他的家人將黑市仲介和醫院告上法庭 和這件案有關的人都受到了法律制裁 而他也拿到了一筆賠償金 但他的健康已經徹底被毀了 人類少了一顆神的確可以存活 但剩下的那個神就要負擔起所有的工作 身體的情況難免會變成差 平時都要注意飲食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好像這個男生一樣 因為一筆錢就賣了自己寶貴的神 以後的人生都離不開洗神了 通知多人來說 他也會治療 會不會不開洗神 臭至少